大家好,我是阿波 今天呢,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巷子裡面呢 就要帶大家來吃一件隱藏版的超便宜美食 它叫做里長乾麵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我們在這裏 我等了快半個小時 我們現在就回去吃給你看 一個一個吃給你看 Promise not to say that we break up Just to start our love I don't know we know 經過30分鐘的等待 我終於拿到我的餐點了 我們先講它很便宜啦 可是我先講一個它的小缺點 它的缺點呢就是 它是一份一份做 所以你去那邊的時候你要排隊 內容也要排隊喔 然後點到你 你在點你的東西 然後它一份一份做 我怕它們做不來 因為只有兩個人附和做 一個算媽媽啦 然後一個應該是媳婦 然後男生就負責旁儡這樣 可是它真的真的很便宜 但是真的真的要等很久 不管你是外帶內容要等超級久 這件真的不誇張 我先講一下水餃就好 你看它的水餃 我剛才有用比例子稍微拍一下 它差不多是一顆 那個鴨蛋的大小 一顆鴨蛋的大小 但是它的水餃 我是覺得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間我蠻常吃的啦 它不是便宜就跟你隨便亂做 看有沒有一定才吃得到肉的香味 一顆才2.5塊 怎麼可能啊 這間 這間很投心的店家 餛飩湯 多少錢 10塊錢 你10塊錢買得到餛飩湯嗎 那10塊錢只買得到2個多而已嘛 而且它裡面是有5顆餛飩喔 10塊錢5顆餛飩 你看刮不刮得上 我真的沒有看過 可以賣那麼便宜 而且你看 它的餛飩對口是這麼大 還不是亂來的耶 它也吃得到肉味 很怕就是那種餛飩 有些賣得很便宜 它就只有皮 它肉不敢給 這餛飩湯可能就是 像金湯一樣送的啦 10塊錢就送的那種感覺 不然 我們去市場買 餛飩湯就差不多1點多塊了 它就等於是 沒什麼賺錢拿 它這碗麵 這樣一碗麵 麻醬麵喔 25塊 怎麼可能嗎 而且它麻醬其實給的很 很夠喔 它很敢給這一間 又便宜 然後東西料 真的是料多又實在很敢給 它麻醬麵也是我很愛的 可是外帶回來呢 你會跟它說我要主吃一點 不然的話 比較容易幹掉 麻醬然後配這個 肉燥的鹹香 真正是神殿啊 它除了 要等很久這個缺點之外 我是覺得 它的食材跟價位真的是 如何挑剔的 然後它的 乳味 它乳味 這樣一大盤喔 這樣一大盤 60塊 也是超便宜的 乳味也是超便宜的 而且你一定要夾它這個 鴨脖子 雖然說我們之前介紹過鴨脖子 它鴨脖子也是那種燉到軟爛 你看喔 轉一圈肉都下來 它鴨脖子是我真心推薦 如果你有去 它還有鴨脖子的話 要吃吃看 它是屬於 沒有再經過加熱的滷味 所以 它的味道都已經燉進去了 你雖然說兩兩個吃 你還是吃到很深層的味道 像它的豆干啊 然後 海帶啊 這個 海帶 都是已經入味了 只是 你在吃的時候它可能會偏涼一點 都很好吃 看 而且它是這種鴨蛋 現在鴨蛋 外面的可能都賣到15塊了 通常還是10塊錢而已 然後我會介紹它裡面吃這個 它有這種 鴨米血 它是片的很薄這種 只是因為它是滷的 所以味道已經滷透進去了 QQ 然後 紮實的那種敏感 很好吃 這間真的是便宜又好吃的代表作 如果你有到南區 我們一樣 我們的資訊都會放在 我們的影片下方 如果你想要吃的話 你要有等待的請準備喔 好 然後這間真的是 衷心的推薦給你 如果 如果 你是旅遊的話 它有一點難找啊 如果你不是在地人的話 它就在巷子裡面 額 不管是找得到 可能你要稍微 稍微尋找一下 那今天我們的搶便宜系列 又圓滿的成功 搶到一間 超便宜又好吃的美食給你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要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多分享給你的朋友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下部影片見